這個聲音就是共鳴的聲音 共鳴的聲音是可以練出來的 你可以練一下好像打鼓 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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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好像打鼓的 練到為什麼打鼓呢 我們的口 如果你打開看著鏡子 我們有一個硬的口蓋 就是牙後面那裡是硬的 但是後面有一塊鑊是升得上去的 其他一個人走過來 你上去哪個走過來 你看看我的裡面 你看到升上去 看後面升上去 那你打下去就會做這件事 嘩 嘩 嘩 它說你的舌頭要放平 你看看我的舌頭 很多人一放平舌頭 舌頭就捧起我 現在不會捧起我 但是看著鏡子 為什麼放它來練呢 身後腿出來 腿出來 腿出來 又縮開人 這樣 平 唱歌時平 為什麼將內容的空間提示 那個軟口蓋打開 就好像打鼓 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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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同的音都可以發的 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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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Hallelujah 都是用共鸣的声音来说话 这样的时候我唱到很小的声音 就算不用咪咪 Halleluj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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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你会听到这套套 Hallelujah Hallelujah 到处会强 这就是共鸣的声音 小鸟的共鸣很厉害 小鸟的小鸟共鸣很厉害 如果你有兴趣来敬敬 你可以跟我学习 这个神给我学到 我就很想多加大家 你走了 你走在大伤 somebody 你祝你好 在大伤一上 你走到前面 看里面